在今天结束的一场比赛中,金州勇士坐镇主场以108比100站上来停取的常规赛开门红,两连贯的勇士终于要羊帆起航正式出发,他们就奔着三连贯建立王朝去了。 而且今年的揭幕战也给勇士开了一个好头,在去年揭幕战班打总冠军,之夜他们输给了修斯多火箭,而冥冥之中自有建议,火箭恰恰是成为了勇士的最大威胁,西部决赛3比2领先,让勇士濒临绝境,而今年勇士的道路比预料中要轻松得多,因为西部已经没有球队可以威胁勇士了,火箭的实力获取已经不行了。 休斯顿的民宿巴克利,在今天,就温戏了当今的局势,飞天猪认为在上赛季火箭的表现足以和勇士分平抗力,但是今年他们没戏了,巴克利说道,勇士肯定会三连贯,因为他们的最强对手火箭已经变差了。 我承认火箭的管理层在夏天交易演员干得不错,但就我看来,球队就是变弱了,而勇士变强了,他们拿到了考心思。 当然我仍然要给火箭散扬,因为在西部他们还是可以勉强和勇士打一打,除此之外其他球队。 哈哈,巴克利最后笑了一下说道,在巴克利看完火箭,仍然可以和勇士一打。 但是差距相比上赛季又拉大了一点,也就是除非勇士出现伤病危机,不然火箭又是可以跑。 至于勒布朗战姆斯加盲之后,洛杉矶唬然,巴克利竟然连提名都懒得提,之后主持人继续询问巴克利,真的就没有办法击败勇士五巨头吗? 巴克利摇了摇头,公布了两个答案,巴克利说道,我认为只有两个办法。 第一,勇士出现伤病,去风,龙卷风或卷暴风雪才能阻止他们三连贯。 第二,我认为东部要比七部更有机会,我不好说哪一支球队,或许开尔特人希望要比所有球队大一点,他们有阵容深度,但那需要时间。 他们现在记得谋可很关键,很显然的是,巴克利第一个答案纯属玩笑,但第二个答案倒是有可能。 凯尔特人有巨星不玩,还有一些潜力星,完全可以和勇士抗衡,他们的防守也非常限制勇士。 少帅史蒂文斯也是愿成为我,军胜先礼之外,一旦他把所有人们拧成一条绳,立军真的是相当恐怖。 明镜与点点栏目